我们要求我们湖北省的省委书记李洪忠 要求解决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上海的说啊 我代表上海这个法民 向全国各地的法民 自己最崇荒的建议 我要求余政生同事 你会解决问题 余政生一份少保 中央说零少保 那现在我们上海法民 全国上海法民 明天是星期五纳迪卡 要一千五百个人 那林少保从哪里出来的 我要求余政生要关注 上海法民的 计划 法民的事 解决 早日解决 处理这个湖海 感谢五小时 我们要求精华市领导 与我们见面解决住房问题 我们要求李洪忠 跟湖北的法民见面 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是安徽省的合肥市的 高新区的我叫马海 我强烈地要求 我们安徽省委书记 张宝顺书记 我们都是冤民呀 下面报的全国都是假案呀 全国报的都是瞎案呀 根本就不报 我们的真实情况 我们的真实案情 我相信国家政策 国家保重理数的 要保护我们少数理数的遗产 中央港澳 一国两制 中国永远是维护的 我们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政府 不但不保护我少数民族 而且欺压我们的少数民族 到我家去把我的门撬开了 2010年9月30日 9月3号把我的门撬开了 把我强烊 再去居留关押 这就是我当地的公安部门 派出所 城市交派出所 现在改 国家可贵 现在改城市交派出所 打倒腐败 消灭腐败 还我人生自由 打倒腐败 打倒腐败 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 还我人权 还我人权 打倒腐败 打倒腐败 以法治国 还我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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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